好的同学们 在我们了解了人力资源的基本概念之后 我们需要了解人力资源的构成和分类 刚才我们是作为一个整体来了解人力资源 它和其他概念的一些区别 包括它的这个范畴究竟在哪里 那么实际上对人力资源它本身来说 它也包含非常丰富的内容 那么所以我们要研究人力资源管理 需要首先来搞清楚 人力资源它的构成 那么正如我们在上两个小节提到的 在描述人力资源的呢 通常呢我们用数量和质量两方面来描述它的构成 实际上呢就是说 第一点呢就是我们要描述这个人力资源的情况呢 就要考虑它的数量 那么这个数量呢 实际上呢我们人力资源因为和刚才说呢 和劳动力资源有着非常紧密的这种联系 实际上我们就要考虑劳动力资源的中间的两部分那种 第一呢就是劳动力适令人口中的一部分 丧失劳动能力的病残人士 比方有些人呢虽然在这个比较好的 或者非常好的青春年华 但是可能自己身体上的一些问题呢 可能他无法从事劳动能力 不具备劳动能力 也不能从事呢这种劳动力的工作 我们要考虑这一部分的人群 第二部分呢就是在劳动力人口这种适令年龄之外 存在的一批具有劳动能力正在从事社会劳动的人口 你比方说举个不强的例子 可能有些非法用功 可能在这个人呢还没有达到劳动力范畴之内呢 他可能已经在用功了 尽管我们法律不允许 但是实际上就有很多企业在这么做 这种这一部分的人 另外一种呢可能是推了修了 比方说反聘了 或者其他这种形式从事劳动的 那么我们来建议人力资源数量的时候啊 需要在劳动力人口中着重考虑这两部分人 那么人力资源数量的构成呢 实际上是处在劳动阶段 正在从事劳动 劳动的这种社会劳动的人口 就是社会就业人口 这是我们人力资源的首先的一个组成部分 其实呢它就是主体 就是它符合的一些条件呢 就是既在劳动年龄之内 又正在从事社会劳动 就是失灵劳动就业人口 它是人力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二个呢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 就是有些人呢尚未达到劳动年龄 但是已经在从事社会劳动的人口 比方说我们刚才举的例子 就是未成年劳动者 第三块呢就是已经超过劳动的人口 比如说已经达到了退休年龄以后呢 但是它还在这个企业发挥余热 还在工作这一部分 我们称为老年工作者 还有一部分呢是处在劳动年龄之内 具有劳动能力 并且呢它有意愿参加劳动 比方说我们常说的 这种迎接毕业生 或者是求职人员 或者是在这种 暂时没有工作的人员 这四个部分呢 我们把它叫做经济活动人口 这样我们要记住这个概念 就是经济活动人口 他们是正在进行这社会劳动 或者是非常有意愿 或者正在求职 希望参加社会劳动的人口 那么与这对应呢 还有其他的几个人口的对应的构成 我们把它称为潜在的人力资源数量 它包括哪些内容呢 第一呢就是处在劳动年龄之内 但是正在从事学习的人口 这一部分呢可能以我们在校学生去多 尽管呢上大学以后呢 我们在18岁以上 但是我们一直在读书 可能要读了本科硕士博士 一直读 尽管呢这个年龄 已经可以从事社会劳动了 但是由于自己学业的原因呢 就是说我们还在读书 我们把这一部分呢叫做就业 就学的人口 第二呢就是尽管在劳定范围之内呢 但是他在家里工作 比方说我们有很多的家庭主妇 家庭主男 可能做的就是这样的工作 这一部分呢我们要注意排除到 有一些呢在家里自己创业的这种人 我们是不考虑范围之内的 就是纯层的在家里进行家庭劳动的人 第三块呢就是在部队服役的人 尽管呢就是高中毕业以后呢 就可以到军队去服役 但是这部分人呢 目前来看呢是我们处于潜在的人力资源 因为他没有从事这种 我们通常所讲的社会劳动 而是从事了一种特殊的 比如说国防呀或者军队的这种训练 等等的这种特殊的活动 第四块呢就是还有其他人 这一部分呢就是比较笼统了 可能是不在我们这其内统计之内的 一些其他人 我们把这四部分呢就是刚才讲的 称为潜在的人力资源数量 这些数量呢可能会转化成这种 经济社会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 私底的人口 那么在讲了数量之后呢 实际上一个重要的指标 也是我们现在衡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准 我个人认为呢这个是可能更为关键的 就是他的质量 就是人力资源呢 所具有的体制智力和技能的水平 以及他的劳动态度 我们记住这几个部分 就是他的体力智力机能水平 以及他的劳动态度 那么他一般表现为劳动者的什么呢 就是体制文化水平 专业技术水平和劳动积极性 这个体制就非常好理解了 就是你的身体是否健康 我相信一个健康的人 和一个就是身体非常虚弱的人 他们的劳动效率呢 肯定是非常不一样的 第二呢就是文化水平 就是我们常说的 就是学历这一块 比方说他有比较好的这种知识 一个博士生做的事 可能和一个本科生做的事呢 非常有差别的 体现在人力资源的质量上呢 也是有一定差异的 还有呢就是专业技术水平 比方说一个初级的学徒 和一个高级工程师 那么其实他在人力资源的质量上呢 是有差别的 作为一个整体的描述呢 一个工上的工人 可能会一个科研大卫的这种 人力资源的质量呢 可能是没有办法比的 还有一块呢 就是在劳动过程中 它的基金性 尽管呢你可能有知识 有专业技术水平 有学历 但是如果你不愿意劳动 或者是你愿意劳动 和在劳动过程中 表现出的这种医院的水平高低 也是会影响 你人力资源的整个质量的这种水平 那么影响人力资源质量呢 会包括哪些方面呢 第一呢 可能就是一些先天的因素 这个是我们不能控制的 这是听天由命的 就是遗传和其他先天因素 比方有些人天生体制就好 但是有些人呢 可能因为种种原因吧 可能又会有一些缺陷 所以它体现在人力资源的质量上呢 会有差异 第二呢 是营养的因素 我们记得这个日本在上个世纪有些年代呢 一直在推行一个牛奶的计划 就是在全校的全国的这种学校中间 有一些儿童呀 学生啊 要尽量的加强他们的营养 实际上呢 他们就是希望提高他们整个国民的这种身体的素质 从而提高国家的热力资源的质量 我们国家呢 也是在积极的推广 这个义务教育的这种营养的工程 其实也是出于这样的一个目的 第三呢 就是教育方面的因素啊 这个教育呢 目前对人力资源的质量的提高呢 是有大量的研究 而且我们是公认 它是非常重要的啊 那么如果一个一个国家 或者一个一个城市 它有大量的这种高学历的这种人员 那么它个整个的这种人员 人力素质的质量是非常高的啊 对于企业之间也是一样啊 就是企业和企业之间 如果它的有些学历水平平均比较高的话呢 它的人力资源的质量呢 一般而言是比较高的 那么我们对人力资源来进行构成 进行区分以后呢 我们再看看他们的分类 我们怎么对人力资源进行一个分类 第一呢 就是按照国家和地区来分啊 这个呢 就比较比较好理解的 就是说北京的人力资源是怎么样的 那么河北的是怎么样的 河北比完之后呢 我们再比比山西是怎么样的 按照国家或者地区来分 第二呢 就是按照行业来分 我们可能会按照这种行业 大概会分成20类 那么这个行业的划分呢 是按照我们国家对产业的一个划分 这些产业中的 所从事这些产业或者行业的人力资源呢 就相应的被划分了 这种行业的划分的这种20类 第二种呢 是按照职业划分 当然这个划分呢 这个知识呢 已经可能比较成就了 但是就是告诉我们有一种 这种划分的方式和思想 它包括呢 国家机关人员 党群组织人员 然后呢 企业 事业单位 专业技术人员 商业服务人员等等 有这种八类 那目前我们是怎么划分呢 实际上大家都可以看到 我们在网络上呢 或者在我们的这种 现在的这种 整个社会的人力资源体系中呢 实际上已经不仅仅包含这些了 是非常丰富的 非常细分的一个构成 那么感兴趣的同学呢 也可以通过一些书籍 或者网络的环境 来途径 来了解这些知识 那么在我们后面的几讲中呢 也会考虑到这种 其他的这种 职业划分的人力资源 然后在企业中呢 有一个细分 你比如说 把分为工人 学徒 工程技术人员 管理人员 服务人员和其他人员 六类 那么这个划分呢 实际上也是 给这个上面的这种 分成八类 也是有点相似的 那么目前来看呢 企业中划分的 远远要比这丰富的多 那么我们在后面的讲解中呢 也会与时俱进 对这些知识呢 进行更新 那么在这呢 就是告诉大家 对人力资源划分 有这几种划分形式 我们用一个非常短的小节呢 对他人力资源 在管理中的作用 我们进行一个简单的介绍 我列了三条重要作用 那么我们对他呢 进行一一的讲解 第一呢 这是一个非常有口号 有利的口号 就是人力资源 是企业最重要的资源 就是我们在开篇所介绍的 那么人力资源呢 与其他资源相比 它是处在一个首要的地位 比方说我们企业的 其他的物质资源 厂房等等 相比于这些资源 那么人肯定是企业中 最重要的内容 那么他在管理中呢 也是实际上是 因为他有一个主动性的特征 实际上也是我们管理中 最难处理 最难解决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问题 但是只要我们管得好 激励的好 那么他发挥的价值 要远远高于其他价值 其他资源的 他的价值 所以呢 用这句话代表了 就是他的重要作用 就是企业中最重要的资源 就是我们常用的一个口号 就是也希望大家记住的口号 就是人力资源 是第一资源 这样一个简单的口号 第二呢 就是他之所以重道呢 其实对企业这种 经济活动的这种主体而言呢 实际上因为人力资源呢 它是创造利润的主要来源 那么可能很多同学会说 实际上不是呀 因为有些加工厂 可能说这个机器 好像在创造更大的价值 但是一定要记住 实际上操控这个机器呢 最终还是这个人 这个机器能不能很好的运行 这个机器能不能运行的 非常的流畅 实际上还是靠着我们的人 所以呢 现在这个组织呢 已经认识到 实际上我们在核算利润 包括我们的产量的时候 其实我们有时候都会摊到人头上 比如说人均的效益是多少 而不是说每台机器的效益是多少 这一点呢 也证明了 就是说人力资源呢 实际上是我们创造企业利润的主体 那么在当前的这种经济实际上 可能比如说这种 IT业呀 我们的金融业呀 还有一些创业产业 在这些企业里面 其实就表现的更为明显了 实际上呢 这些企业的很多价值 就是人创造的 比方说举个例子 我们参观的一些企业 叫中文在线 他是把这个很多作家的书 放到这个网上来进行 进行一个展示 然后呢 会有一些效益在里边 那么实际上呢 这个里面的产品呢 小说实际上就是人来创造的 然后他这个整个网站的运行呢 也需要非常好的构架师 很多的这种编程员 很好的这种编辑 实际上这个企业呢 这个网站运行的好坏呢 直接是以人为基础的 再举个例子 比如说一些画廊 我们现在有很多经营的画廊 我们有很多画师 有很多营销的人 有很多去拍卖的人 那么实际上 这个企业的价值呢 也更明显的看到 实际上围绕这个画 是有很多人在 为这个画廊创造价值 这就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就是归根到底 这个企业的利润 是来源于企业的每个人 在我们团队中也就是一样 归根到底是来源于每个人的贡献 第三呢 对企业而言呢 人力资源与其他资源相比呢 它是一家 一种更为基础性和战略性的资源 这个里面呢 就是说因为它很重要 所以呢 我们要作为一个战略性的资源 来储备 怎么来理解这个问题呢 首先呢 就是从这个人力资源 发挥效度来看呢 可能有个非常重要的作用 你比方说我们有一台 这个汽车 它可能跑十年啊 就要报废啊 或者跑多少公里 它就会报废 但是人力资源呢 它的生命周期呢 会非常长 它可能多达几十年 甚至七八十年 它都可能为这个组织贡献价值 所以来说呢 它的长期性是比较强的 第二呢 就是我们在前面也介绍过 人力资源与其他资源相比 它如果把它理解成人力资本 那么它就有一个增值的功能 这是与其他资源最大的不同 如果它能增值 那么对企业而言呢 就要把它当成一种战略资源 来进行处理 就是很好的培养它 培养它以后呢 会形成为这个企业 带来一些核心的价值 另外呢 我们要了解这个战略这个词 就是说这个战略呢 肯定是一种长远的 非常重要的一种资源 那么人力资源呢 作为一种战略 也很好的体现这一点 就是说 如果我们企业 要想具备一种核心竞争力 那么说到底 不仅是创造利润 那么对企业的竞争优势来说呢 也主要是人 那么尤其在当前的这种 知识竞争的年代下 我们也可以看出来 就是有些企业呢 可能是因为某一个 有专业技术的人 他的流失 这个企业很快就会倒掉 比如一些IT企业 那么他们核心的这种 构架人员呢 或者这种成绩人员呢 可能是某一个人 比如他首席技术官 如果这个首席技术官 发现突然 不想在这个企业带上 他要跳槽 那么这个企业呢 可能马上就会运行的不是太流畅 他就要去照新的人 同时呢 如果有个企业 有个非常厉害的 比如说一个建筑企业 他有个很知名的建筑师 那么他来到这个企业以后呢 他会让这个企业 形成一种核心的竞争力 所以呢 在当前的这种时代变强 更让人看到这种人力资源 或者说人才资源 其实上对企业来说呢 是一种非常基础 有战略意义的这种资源 那么同学们 这就是本节的简短的内容 谢谢大家